芸汐 殿下 你怎么来了 赶紧给我回去 殿下 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顾碑月 你就是这么照顾 韩芸汐的 秦王殿下 小姐之所以前来 是为了你 还有这天宁的百姓 我们查出 此次瘟疫有蹊跷 特来告知殿下 这些事情 用不着你们操心 就跟我们有学会 他们在研究中 许王殿下 在宍盘上 爹 和 进化 你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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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知道是毒瘟疫 解药留下 你可以走了 我沒有解药 沒有解药 沒有解药 你就來幹什麼 這種毒瘟疫 我也是第一次見 我需要留下來 觀察中毒者的情況 加以研究 才能研製出解药 不行 這件事情 交給太醫辦就行了 你可以走了 不行 那麼誓問 各位當中 誰的毒數有我高呢 我要是不留下來 你們能研製出解药嗎 不研製出解药 怎麼救南疆的百姓 你們來這麼久 連毒瘟疫都查不出來 有什麼資格趕我走 你真的不敢說 你會不會診施 你不敢嗎 你會不會診断 你沒有診斷 你還會不會診斷 你會不會診斷 我還是不想去 小姐 多亏有你 现在病人的病情 大多都有所好转 先别高兴太早 他们的毒只是缓解 我们还没有根除的法子 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好在目前我们的医治 已经有所成效 但愿我们能顺利渡过这一关 我就剑药了 殿下 你怎么来了 我听说你夜以即日地研究解药 我给你送点吃的 多谢 解药研究得怎么样了 这种传染毒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毒性很强 若身强力壮之人 不会立刻致命 但毒会在身体里游走 实在很难理出头绪 我跟太医们 试过很多种方法 都只能缓解 不能将其根除 需要我做什么吗 以掌控全局 做好保护和预防的措施 研究解药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了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你呢 继续研制解药 我陪你 在冰纷之中 念出一点红 就像做了一个 胭脂色的梦 你细容在风关下陪 小姐 芸汐 芸汐 你怎么了 芸汐 你怎么还要 怎么样了 小姐 染上了毒瘟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殿下 小姐就麻烦你来照顾 我先去医禀区看看 杨茜茜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这样才能记我一辈子 恨我一辈子 感谢观看